在处置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当中 壮烈牺牲的武警中队长万金刚的遗体告别仪式 昨天在乌鲁木齐举行 新疆各界群众前去送别英雄 缅怀烈士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军领导 向万金刚烈士的遗体三鞠躬 并对烈士家属致以慰问 万金刚生前的战友们一大早就赶到灵堂 为老战友送上最后一程 这几位战士来自万金刚生前所在的12中队 提起自己的中队长战友们热泪盈眶 我在想他在训练场上的口令 在平行生活中帮我们当兄弟 晚上的时候给我们盖被子 他真的是一个红队长 万金刚1978年8月出生于新疆伯乐 1995年入伍 生前是武警新疆总队乌鲁木齐市支队的一名中队长 入伍后他两次荣例三等功 四次受到嘉奖 今年7月5号 在处置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中 万金刚壮烈牺牲 告别仪式上 这位维吾尔族老妈妈痛哭失声 与烈士的遗孀相拥而泣 他的儿子居马虹告诉记者 万金刚生前多次帮助他们一家 老母亲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 万金刚的事迹感染了无数人 临航外群众自发排起长龙 送别英雄 目睹这一切 入伍刚刚三个月的王振宇深受震撼 他说 中队长为人民 为国家献出了三十岁的年轻生命 是他心中的楷模 我们会像队长一样 不怕牺牲 不怕流血 不怕艰难困苦 勇敢地面对一切 努力把新疆稳定维护好